为你细说佛陀萨和高增大德的事迹 为你介绍佛教明山大村的典故 转讲人地事 各位朋友 我们上次讲到 在公元1939年9月 欧洲方面因为纳粹德国入侵波兰 引起全球性军事冲突 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为首的组心国 与中英、美、法蘇等国家组成的同盟国 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其实日本在两年多前 早已展开部署多时的侵华计划 不过由于战事持续太久 大量消耗财力 急需补充资源 为了南下夺取英、法、河等国家 在亚洲资源丰富的殖民地 不惜将战场扩大到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美其名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 网图称霸东半球 当时英国和荷兰流亡政府 已经和纳粹德国作战多年 耗选甚大 难以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加上日军在远东地区拥有军事优势 所以在很短时间之内 就成功占领马来亚 河属东印度 菲律宾 新基内亚 和所罗门群岛等地 1941年12月25日 当时属于英国殖民地的香港 也落入日军手中 开始三年零八个月 暗无天日的日治时期 到1945年1月 因为广州淪陷 而成为广东省临时省会的巷关 也都难逃握运 宣告失守 虽然正规军队败走四散 但是他们仍然藏匿于民间 与热血外国同胞 组成地下游击队 继续还强抗战 不时偷袭日方据点 令到他们防不升防 有一晚 虚云和尚做完晚货 准备就寻 一名抗日游击队员 黄二勇 来到南华至柏门 原来他和队友偷袭日方军营 双方爆发激烈枪战 混乱中黄二勇中枪倒地 围堵生命 他唯有躺在炸死 幸好日兵顾着追截其他游击队员 而没有留意他还没断气 黄二勇一直等到入客 自敢上山求救 虚云和尚为他止血疗伤 还收留他在南华寺站住 不过担心日军随时都会找到来佛治 所以安排黄二勇剃头落法 扮做出家人 希望可以门天过海 几日之后 弟子鼎礼虚云长老 行了 行了 黄居士 你身相初遇 无谓行礼了 长老 弟子现在的化号是官员 啊 是啊 老衲差点不记得 咦 看来你今天的精神和面试都不错 是啊 幸好子弹只是拆过大腿的皮肉 并无留在弹头 现在伤口都已经遇合结染了 头上身烧的戒巴 都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了 多谢长老活命之恩 不用多谢我 是你自己体拍好 只会复原得这么快 啊 是了 老衲给你的心经 金刚经 和妙法莲花经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你看熟了吗 看熟了 我还会背心经 这就好了 长老 长老 什么事啊 官本 有个会讲我们话的日本军官 带着一小队士兵来到南华寺 他下令自终所有人到大殿集合 给他问话 唉 他们终于都找到来了 长老啊 那现在怎么做啊 你们不用慌张 照那个日本军官的说话做吧 官本 你去叫齐所有尊重到大殿 官员到时就混在人群之中 最紧要镇定 随机应变 有什么事就默念观世音菩萨 王军长官有来 嗯 你就是这间佛寺的负责人了 是 老立虚云暂时是南华寺的住持 虚云 你就是虚云法师 嗯 都有点名气的 不敢当 哦 既然是著名的高僧 应该不会讲大话的 老立不敢妄于 两年都不敢的 我问你 这间佛寺 所有人 是不是已经出了你的 是啊 长官 全部站出来大殿的了 他们是你 什么人的 都是老立的徒弟 出了假几久的 长者十几年 短则量三年 没有近这几日 才出假的吗 没有 嗯 你 骑出来 我 是 就是你 这个日本军官突然指着黄二勇要他走出来 是不是发现他露出什么破绽呢 如果黄二勇的游击队员身份被揭穿 不单止他难逃一死 虚云和尚和南华治所有争众 也都会受到牵连 到底结果会是怎样 我们留下一次再说